这一波要守住难度是比较高的 现在机客先驱是先触发 不急驱下路这一波要想办法开了 常常手捏闪现 找不着得到机会 这个时候对方填塔的速度太快了 对 近着一个高速填塔配合 卡牌的一个乌妖 最后路的一个水晶也守不住 掉了 现在是三路的一个水晶 那好像非常难以见到 一个机打这种三路水晶被破的局面 在这个赛季来说 他们的统治力好像较之前更为提升了一点 现在是一个全胜的状态 Nubi这场我觉得打的是相当不错 感觉这些排名抗后的队伍 到了这种关键战役 就迸发出了自己的潜力 就今天艾瑟嘉宜的一个劲 的确是让我们看到了 就这个英雄在对方阵容 给他发挥空间的情况下的毁灭程度 有多恐怖 这两周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排名抗后的队伍 打排名靠前的队伍 其实真的表现出来的状态是相当不错的 跟他们赛季初是完全不一样的 虽然中间有一些乱流 但Nubi现在还是靠着几波的后期发挥 抓到一个单人以后 把这条第二条的大龙给掌握住 单独的高地告吹了以后 以及去现在进入的一个守护女神的一个模式 相当艰难 这边等会儿是带着各种的中亚复活甲过来 终于要看一个男主角的话 场长来了 就是唯一一个机会 顶上去 艾瑟嘉宜一飞进来 但有闪现 哇 这条场长拿到了这个虾探 大树跟这辈子飞了好远 但是正面是被老游过来 把他给顶走 可惜大树还是闪过来 把这个人都给拿到 大树被逼出了一个金身 场长就在旁边 肚皮还没有顶 刚被斯卡拉收下 这边一个立场流出了一个巨魔 拿下来一波一换四 哇 哎 这种关键时刻 就必须有一个主信骨站出来 我怎么觉得刚刚那个画面 这 这是传说中的暗凯吗 我加入了 陪我不久 但是那个 那个 好像真的切换了某一种模式的感觉 因为这局前车他打的其实蛮不顺的 对 就前面 的确是尴尬 因为这个上野 这个上野选出来 你正面的打大树跟暴女 就场长去也有可能一起被卖掉 就一起死 就现在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是 先想办法 大龙野生 现在就必须可以先拿大龙 大龙拿起来比较轻松 还是用这两路的一个兵线 中路的垂直同身 但后面的大龙其实影响度没有那么高 主要是大龙拿到让他们兵线上面很舒服 但是对方的话九统是已经站在虎视单边靠着团长的一个大招 逼退了对方 先缓一缓 这个加工泡沐只是两边最后大规模团战的一个序曲 是 主要约背这边也不担心被耗血 反正耗到一半暴女能够加起来 只要拖延一下这个冰线的时间 大树本身的一个挥补能力就很好 卡牌又上去带了 刚才这中路高地其实就是这样被带掉的 对 就很想通 但是那边背过这边闪紧进去 又是大招炸晒了 但是黑皮外的一个输出位置还不错回升一点 暴击场长一千多 卡牌这边背过来近开启大招 又是秒短的场长 那边帽子想帮挡 犹豫了一下 最后一发打在帽子身上 一千零六的一个伤害 他赶紧吃了一口橘子 把血量给回一下 山路的高地都重生了 以前撑到了这个时间点 但大龙这边要想办法阻止 来看一下场长也没有回程 只有三成血 牛皮现在知道场长的大招 也还没有转好的一个情况下 要拿掉到大龙 大龙还有一半的一个血量 Neko是刚刚缴了一波闪线开团 牛皮放掉了吗 大龙回血了 老牛看到了一个机会 先来杀对方补助 交了一个治疗 俱魔血量拉起来 逼在正面 场长的血量不多 但是卡路卫斯还可以 跟帽子两个人在做输出 在大树这边是要配上 后面的一个爆炸杀害有点高啊 两个ADC都已经倒下了 场长在这边要被留住 春哥站起来 砍不住 帽子终于赶过来 不是两个ADC不好意思 刚刚是中路跟对方的ADC交换 因为HAPPY刚刚是无损的 在后面一直在用他的小手枪 一直在点人 这波EDC是在自己兵线 相当劣势的一个局面下 不得不和对方招战啊 对 抓掉了一个卡牌 刚DEF跟大D双双隐蔽 但是多死了一个服役啊 这场长不在 只能靠捧着了 在这边大招冷却好 大招炸进来 但有逼一个非常弱的一个大树 哎 捞到一个还可以 但是这边进的大招也冷却好了 这边举过来 最后一枪两个人躲过 这个走位可以怎么说 这个大龙 这条大龙说你们到底打不打我 对 又是要连筒了 现在是连连看时间 三连筒吗 哎 三连筒 但没有杀到HAPPY 直接闪见过来 地狱的最后一枪 这波有波加打的是相当的激进 对 所以这边拿掉了一个大龙以后 变成暴起家在追击 这一标 标到暴起身一丝血 正在这个位置 如果存哥被打出来的话就死了 直接变为人形态 再打到这个人头 三个人在一种尸体 帽子站起来 被杀到 这边只有Mako一个人 这已经是 还有四秒钟 这已经是56分钟 接近一个小时的一场敖战 哇 一地狱刚刚 他现在三路水晶一定是马上掉 人会活 但船长的时间太久了 就对方很有可能一波 卡牌中路兵线理一下 直接大招飞过来 配合下路兵线跟 这边还有三个人的大龙buff 一地狱其实有点难受 而且就算守住了 刚刚我们经历的那15分钟 要重来一次 这一波的进攻 一地狱是否还能奇迹一样的守下来 是现在破三路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场可能 已经结果就决定了 但是一地狱打出了一个 非常惊人的反托 对 刚刚是场掌烙 场掌烙完这一波牛头 Mako烙 对 Mako烙 Mako来了 哎 再找机会了 现在有视野啊 非常固承了 路上的视野太多了 对 已经看到了 卡牌这边是先过来抓牛头 牛头隔着墙 先顶一下聚魔 做一个位移开启大招 立场封住这个门 Mako的一个烙背是失败的 哇 这波烙背失败 而且场掌被顶住了 素质卡在后面 HeavyY直接拿到这个人头 但正面传统伤害打得很足 哎 第一身上是没有春歌倒下了 但这边Mako的血量是一丝吃 Mako这边有春歌打得很凶 但正面 Skyr的回身伤害很高 又是一个Q拿到这个人头 Skyr的还没有倒下 两个春歌被打掉了 HeavyY这边是也死了 聚魔也剩一丝血 Mako赶在前面奋战 在神学上来一咬 啃掉了这个人头 Skyr还没有放弃 但远方的一秒拿完人头 Zekr这边的吸血拉回来了 三下 三下 Easyr又走住了 Oh my god 而且又是Def这首轮子妈 感觉是当初Easyr和老郎 那天打那个B5的时候 Def轮子妈闪现过去 打出一波逆天翻盘的这种感觉 两路超级体已经默默的 拆扰了Easyr的一颗门牙了 但Easyr还是没有倒下 永不团灭 真的就是 刚刚那个 最后那波团灭 真的就是双方比拼操作了 就两边的输出都已经足够 秒杀对方吃到一个技能 对 就是那时候就是 你闪一个技能 比赛就改变了结果 对 或者出一个暴击也不一样 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波团灭 就正面来说 Skyr在后期 维克多的六层装的一个伤害 还是不容小觑 对 主要是船长这个大招的话 也是让UB 躺着一个大招过来的 途中吃了相当多的伤害了 对 而且DAV的这几下暴击 也直接把HAPPY的那个爆出来了 对 又是留了一个桶子 站起来直接被MAUSE的一个Q桶 直接秒掉 但这一波团我觉得 这个时候还胜负未分 但最后这个闪现过去 直接把卡牌给秒掉 同时把血吸起来 而且还弹过去 他打在卡牌那一下 弹到剧魔 再弹到暴女 再补一个补A 他同时暴女是吃了两个补A 昨天到11点快12点 今天我们直接跨叶 这周买票的观众比较赚啊 花一倍的钱赚 看了别人两倍的比赛 对 NUB现在是眼睛里面 只有这个下路的高低水晶 我 但是仗中的已经复活了 已经守住了两波 经过两波的团战之后 我觉得现在他们是 心里有一点慌的 这一标是命中 DAV有机会去耗一下这个 点得很快啊 现在有现在AP一点 也会有额外的一个加成 AP外开启大招 先劝队一下EDG 美口这边也开启了一个大招 来 斯卡德在前面 想要来打一下 数据的一个血线 传掌上下 传掌进去 一闪没有撒到 反正被留住 传掌的春歌被打出来了 EDG算正在大势的一个庇护下面 NUB的一个反手 斯卡德这边也被打出一个春歌 但是V在后面 一样是被打出了一个春歌 现在所有人的春歌 都倒下 站起来再打一波 斯卡德的位置有点危险 守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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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尔直接上来 Q技能拿了一个盾以后 有一个加速往后 立场留住了莫尔 这边上来瞄准了一个残血的斯卡 他这边一技能太短了 拿到人头 现在是找下了两个C位的NUB 要撤退 EDG是检缘了一个莫尔 哇 当时V还反手了一个 致命滑踩伤害量也是很高 哎 这边两边都已经打出血性来了 这残血的人不能啊 你走啊 啊 大叔这边是在拖火车 因为他刚刚的状态是 自己去打一下小兵又被动回血 现在利用一个神冬集气的方式 让后面Swift有一个机会 利用高法强拿下下路的一个高地水晶 哇 这个柱子也是 卡了对面开大招的 轮机马区追不过来了 对 这个侧门被封路了 EDG现在是守住了这一波 掉了一个下路高地 可以接受 因为虽然下路高地是 对于大龙来说最危险的 但现在下路高地其实优先值会更高 因为这是影响远古巨龙的一个获取 EDG真的是这几波受制于兵线 每一波团战打得相当出色 但是还是没有机会推出去 对 Nubi也是前期把水球滚得足够大 有了这几路兵线的优势 才能让他们拖到现在 我现在比较害怕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现在这一波打完以后 就艾瑟佳怡又出了一个春歌 是 两边都出了 我觉得你也挺辛苦的 在解说团战的时候 对面有无数个春歌 就死了我都要先瞄一眼 旁边的那个狂狂 因为他死掉他会没血 然后红色的在伞 告诉你他要复活 这一波团战感觉 光说复活甲的时间 就已经占掉一半了 解说建议拳头以后 让他明显一点 他死掉上面有一个墓碑也可以 或是一个天使光环也可以 就让他站起来 就让我知道这个人待会站起来 因为他那个特效 其实不是那么的明显 好像现在刚刚是厂长 Scott的春歌掉了 但帽式成长的春歌是 我记得骂夏威的时候 W也是打了一场相当长的比赛 那场比赛好像 十个人出了八个复活甲 对 八个复活甲 然后五个都赢了 是 现在是一个比拼复活甲 数量的这种对折 65分钟 现在春歌是的确厉害 是造价便宜 主要两边都是打到这种残血 有收割能力的 比拼最后一下操作的这种状态 对 你能够再站起来再打一波输输 确实也是相当关键的 卡牌又去代了 现在努比发现正面团战 对方不好对付 哇 这一标中了deft之后 要出对的 但是卡牌现在位置比较远 但是应该只是先帮队友 开一下视野 正面那边是貌似之刀 以为对方要开选的传送过来 在卡牌直接飞在后面的兵线 卡牌是从后面过来包夹的 偷了一张黄牌 DAMP的身上有魔法护盾吗 闪电上去直接平A 开了护盾想要点死卡牌 正面的战场 第一次被吸到了立场里面 左手先把所有人炸出来 在DAMP的这边是先收益的 帽子拿到人 左手先打大树 大树现在扛不住DAMP的伤害 虚弱坐下去 甚至场场上去 先避一下卡牌的走位 正面战者拿下了一个大树 帽子进入一个追击 现在卡牌是一个辅助的一个巨魔 筒子留了这一场打压 全是被莫尔给打掉 赛带的筒子 那又被敲销了 帽子拿不到 大树这边是去分推 下树这边想要逼一个人回来 因为只有一个门牙 刚刚阿赖瑟加一直走得比较快的 靖已经回到自己的高地内 现在是维克多回去 两边黄色PK 一面 EQ 秒了 大树这边不知道有一个家人 走位的维克多冲出来 哦 现在只剩下两个双人线 要守对方四个人 哇 一地军永不团灭 在这场比赛里面感觉 体现了凌厉自治啊 老牛之间开大 美口这边大海一声 大家跟我上 两个没牙掉了 没有人会 艾斯佳妮顶走了 这边顶走这边 水晶走不住 一地军66分钟 逆转了这场比赛 我们恭喜一地军1比0 四个人 超ata Enginer 超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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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